我是阿神 您是一位嗎 平日下午時段 客人一個接著一個上門 日本來台的藝蘭拉麵 享有高人氣 特色就是一天到晚都吃得到 但是二十四小時營業 可能要暫時說拜拜 臉書上公告 因為店鋪缺工 所以星期一到四 凌晨五點到早上十點不營業 也讓網友在底下留言敲碗 但早餐就想吃藝蘭 餐飲業的辛苦 人人都能想像 也造成現在要招募員工 並不容易 藝蘭暫時改變營業時間 而一樣是從日本來的 動飯店松屋 也只做中午和晚餐時段 六日都不營業 花了近兩個月時間 才終於補足人力 新竹也有拉麵業者最新公告 原本只休星期六 再加休星期天 週間也只開晚上時段 因為員工少到 要開餐廳真的太累 服務業它本身 它的休息都是在平日 那現在大部分孩子 都喜歡休假日 所以這邊對服務業來說 是很大很大的困擾 餐廳不外乎 就是請還在就學的 工讀生來幫忙 但是六日誘惑多 上班意願低 讓不少老闆不惜賺錢 機會減少營業時間 透露出餐飲業 人手不足的無奈 只盼早日找到員工 紓解龐大工作量 三訊的國語宣傳來自 台北採訪報導